善知识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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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的幻梦经菩萨解 它是经格菩萨解的中会 所有的菩萨解法 就是以幻梦经菩萨解 作中功定 所以它的改条 讲到最完毕 当中讲出十条的段階 它是任三德 淫梦 这些经菩萨解都包含在里面 另外 第二类的菩萨 善解经 它是专门对出家菩萨说的 它虽然有八条的段階 但是它正面四条 也就是三德淫梦四条 基本段階 后面的四条 就和咱这部同样 所以所谱虽然不同 其实对用是同样 可在说 第四类 在家菩萨解 有六条的段階 它的六条段階 就是四条 根本段階 三德淫梦 可加两条起立 所加起立 那两条 对在家人来说 是较重要 所以特别 给它 来做段階 这是咱简单 作弹所谱的问题 其他也有道理 就是说 佛的地位 它知道中心的经济 佛每一处 提供解决的时候 也是用中心的经济 用听众的经济来说 什么款的经济 需要什么款的佛 这只有佛的地位 才能体贴明必 因为听众不一样 所以佛有时 分着十条 有时分着八条 有时分着四条 来说 对在家菩萨 一个分着六条来说 这都是应听众的经济 来分的 当然分条的所谱 无一样 来边也有很多道理 但是 我们不必说 这些人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就可以 对我们来说 是了解解条的利用 真的老老实实 就这样去做 去修持 比较重要 我们正是说解上 有分 等解 和亲戒 两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 四条等解 已经说过了 下面 我们就会继续说 四十一条的亲戒 男戒 男戒本来边 说四十一条亲戒 也是 和党戒 同样 分着三小段 第一小段 同样 是中票 第二段 这分别 来说 每一条的亲戒 第三段 也同样 是结论 和问位 现在 我们就来说 第一段 中票 我们先用 简单的白话 来跟中票 说一下 主位大叔 我们在这 说话说的 就是 真热条 亲戒 也就是 佛萨 不可以玩 不可以做 的恶行为 出菩萨 正面有该学会 大叔 也就是 菩萨 印度文 叫做 莫好 就是 就是发大心 没行 大行 的人 第二句说 醋 菩萨中度 突击的法 第一句 醋 醋是彼醋 就是这 这就是这条 的面 要说41条 的情感 菩萨中度 突击的法 菩萨这两句 我们不用再解释 最多就是说 很多条 不只是一两条理 突击的法 突击的这三句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由印度文的 欢迎翻译过来 如果拿着 意思来翻译 就叫做 意思就是 欧的作为 也就是 做 不好的行为 突击的也就是 菩萨 没可以做的 欧行为 菩萨 没可以做的 欧行为 所以叫做 菩萨 中度 突击的法 突击的这款 不好的行为 那是一座 那是一座 来自菩萨 的解体 六十句 五十句 虽然说 无减 中高 四季 菩萨 解体 的听到 但是 会都 六十句 必须 要随时 来 清晰 随时 参会 在我们这本 第七概本来面 是 翻译着 突击入 这个名称 突击入 这个意思 有个人 不敢 的翻译 在 幻邦经 是 翻译着 勤过嘴 勤过嘴 勤就是 勤当的勤 勤 就是 勤过 这次 无人 他做狗 就是 勤过的狗 这次 就是 勤过嘴 它是 比较 轻的 勤过 它的轻 是 跟 等级 来比较 并不是 说 它 没有 要紧 很轻 它 虽然 比 等级 更轻 也是 会 有点 我们的 改替 叫做 勤过嘴 感官这个意思 在 幽保 社 改经 是 翻译着 失意 嘴 在 我们的 在 世纪 菩萨 也 是 翻译着 失意 嘴 什么叫做 失意呢 失意 可以说 因为 失去了 各 作出含減点,所以发出了不对的意念,叫做失意 失意,也不能说,失去发泡体心的本意 因为,如果我们是一种缓解的事情,就为了我们本来发泡体心的意思 所以说,失去发泡体心的本意 另外一方面,失意也不能说是失去意义 因为,如果我们是一种缓解的事情,就失去发泡体心的意义 就没有得到发泡体心的心意,所以叫做失意 因为,欢迎经典的人不敢 它所用的病情,虽然有突欠度,禁过嘴,失意嘴的不敢 但是意义是同样的 但是说,这些行为是不好的 一旦做下去,我们的改天就受到无仅 这是我们简单解说,出菩萨中途突欠入法这句经文 下边这句解文说,是菩萨无得力凯 这我们在前面说当时,中飘那段有哪有说过 现在稍微学习一下 母体力气这世事,也是印度本文的发音翻译过来 它的意思就是伦统 母体力气有一个翻译叫做本表 也就是使我们了解基本经理的劳部 这是因为所有论都是帮助我们了解经理的 概文是菩萨无得力凯 这句是跟我们说 我们这本菩萨概文的来源 是由菩萨的论中来面提出来 在那边一句经文 合合算 合合算 就是 我们大众得爱合合 才能共同来算这个菩萨概 还有 这段就是勤改的纵飘 正是勤改的第一小段 下边我们继续说勤改的第二小段 说是说第二小段其实内容很长 就是分别来说出四十一条的勤改 下边我们就开始说第一条勤改 第一条勤改的第一条勤改叫做勃强用三勃改 这条改的意思就是 一个小菩萨改的菩萨 在每一天里面绝对不可以没有共用三勃 一天里面若是没有受共用三勃的功德 就是缓改 这条改 我们大家要很注意来实行 若不是很容易换掉 这个菩萨如果是没有每天临近勤勉 来受共用三勃强用三勃的功德 就不能选择是菩萨的地主 下边我们先用简单的白话 把改文正半段的意思说一下 如果是受了菩萨的菩萨 心就必须必须要按照在菩萨的改划 照改论危机来过生互 每天心靠意三方便 都必须合合省用来受共用三勃的功德 共用三勃混着菩发生三方便 在菩萨方面 若是菩在世 都共用菩本身 若是菩不在世 都共用菩的塔幼 在菩萨方面 学者共用经典 学者共用菩萨的经中 学者共用菩萨的论中 在经部方面 学者共用菩萨 学者共用十方世界百菩萨中 若是菩萨在一枚一枚当中 心靠意三方便 都没有多多小小用来共用三勃 甚至连最起码最早的程度的部罪 整天无尽量 白白好好抗过 这样就是缓这条街 什么是最起码最早的程度呢 我们从心靠意三方便来说 成功的行为方便 最早也要顶礼 活化精三部各一拜 脆的经过方便 最早要个别用一手机 用鬼故事来赞叹三部的功德 在内心的疑念方面 最早必须用一点清静的心 来攻击三部 教授一位菩萨 一天二十四点钟当中 连这最起码的程度 就没有做 就是缓解 就叫做缓 中得突击缓 这就算是恶的行为 缓得恶种 是去画普通心 精进修行的本意 上面就是我们用简单的八卫 跟解文的情报段说一下 这条解是跟我们说 我们是有菩萨界的人 对活化精三部 一定每一天都要一基地教用 这边不是说三部 很爱我们教用 也不是说我们向三部听力一拜 说一手机给它娃娃一下 它就会很欢喜 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改叹 没有给它赞叹娃娃 它就不欢喜就给我们出发 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去一点 的清静心来教用它 它就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跟三部都没有关系 是跟我们自己有正体的关系 我们修持这条解 就是这边的我们 无论每一天都各部应世修 都去让世修 种种混乱的事情求去 我们必须要随时的记者 我们设够乃为 NOGES�� 我们知道 活化是向内心去救味 活化精三部 你没有向外面去救味 活就代表 我们内心的觉醒 法就是我们内心的精力 静患 静就是我们内心的清静 我们用三步 就是要提前我们自己 会好内心的觉醒 用静患 过清静快乐的日子 也帮助众生 会好内心的觉醒 用静患 过清静快乐的日子 如果我们每一天 都白白合合过日子 又没有用少的事情 但这个念头 就没有想到回来 做生的三步 这样我们一定会买死去 一定会买死去 我们所发的普体心 我们平常 每个变少的人就知道 早大家吃过的头看 今天就在吃 也一样很严重 我们在这个 我做恶世来面 如果没有真观的觉醒 随时都会受到五点 我们如果没有随时用心 走回头 来回给我们本性的清静 我们本性的保障 一定会买功 所以 是活着的感人 修持菩萨的人 每一天都要买基地 共用三步 买基地使人 活性的保障 方公平 我们一定会买功 我们一定会有健康的观念 和目标 千万五天 我说 我早前 如果没有起来拜活 活着给我 结尾 活活着给我 会让我拍摄 我如果起来拜活 会得很高兴 给我保随 其实 活已经是 真主宰 清静的更多 你有改拜 不改拜 对于 一点的影响 就不 你改拜 今是快乐 不悠 你不改拜 今是快乐 不悠 但是 有拜活 不拜活 对我们自己 真有影响 因为 因为 我们是 无拜活 无提债 自己 爱搁债 每天 就会 买买乎乎 不知道 在做什么 整天 磕铕铕 无影响 也只有 贪到 流去 在他 贪到 一些 世间 一定 要 流去 在他 我们拜活 就是 回功 欢教 回头 来 回好 我们本身 的清静 回好 我们本身 的 状况 足鼻 种种的 美点 人拜活 是 提债 自己 爱搁债 不可以 完 做 欢呼 不可以 完 烦 烦 一世人 我跟 我们说 我们 本来 都是 清静 做 在 活 都是 快乐 无忧 的 活 为什么 我们 感觉 要做 烦恼 的 欢呼 呢 没 一天 为了 这些 无声 解答的 事情 在 里面 起路 呢 我们 我们 开发 我们 的 活 第一 会 出来 用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护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祸爱不存 消弥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灾界 护生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施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华盐专中学院研究所及推广部早晨中 欢迎有兴趣学习华盐的振兴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1.大学部振修生高中以上 2.研究所振修生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建修 县女众50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著名姓名 地址 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置email行箱 或电卡 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2段44号 自我赶紧的不同的音乐 作词 cicero 1-39-11-3219 随是随顺 喜是欢喜 随喜是他人有福有德 无论是谁 无论多少 无论大小 虽然不是自己所做 也能感同身受 心生欢喜 并且跟进学习 随喜也是一种修行法门 特别是用来堆质自己的嫉妒心 在大波涅槃经中说 一诸众生 心生欢喜 世民大喜 因为嫉妒是一般人常见的通病 无上依王佛陀 便开立了药方随喜 对于一切众生的善业成就 心生欢喜 才是最大的喜乐 除了是恶法的对之力之外 随喜也是生语义的善业 例如看到放生的活动 为了动物免遭亡补吞杀恶难 也为了放生人等积聚无边圣服 而心生欢喜 而心生欢喜 是义的善业 若是口中称赞 增加放生人的信心 要集更多人一起参与放生 则是羽的善业 如果身体力行 实践放生 极为生的善业 因此 圆满的随喜 不但能增上他人的善业 制止自己的恶业 同时也能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 广结无边的善缘 若能摇取作为什么 它是人给您的善业 让人散开 请不吝点赞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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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